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在这方面虽然落后于俄罗斯 但他们所制造的核潜艇同样也是非常强大 差践深度卡在了第二位 紧急于俄罗斯 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是美国研发的一款布满黑科技的核潜艇 制作核潜艇的差践深度达到了800米 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深的 但是美国在深海敬业的效果上做到了极致 在作战的时候同样会保持比较大的优势 所以我们来说一说中国的核潜艇 我们在这方面与前面两个国家还是有不少差距 毕竟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时间更短一些 而核潜艇的研究上我国更是经历了几个过程 从当年091核潜艇的180米再到095的400米 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进步 而下一步我国所制造的核潜艇下降目标是600米 到了那个时候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会进一步缩小 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对中国的核潜艇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视频素材来源网 五月老公式武器紧急完成 我们下期再见